不瞒大夥说看车看着头都疼 你看我现在两眼无神 我就是看车看的 其实幸好我发了个视频 跟网友说了一下 因为我毕竟不懂 就是也是因为看车看烦了 所以就看那个混动的 让他那么一说还省点油 这个怎么样子 当时头脑一热就想定了 那个车落地价是149,000块钱 它是这么样的 它这个购资税是1万多 还有裸车价是139,000多 好像是跟他讲基本上讲不下来 还有就是说 他给上一个苏州牌照 加1000块钱 好像是这么回事 我记得是 当时我就没在乎牌照了 我就想那个车 这个差不多就行了 就差一点就定了 正好那边都已经跟我约好了 就是来接我 接过来就直接付订金 他那个车交车是得需要一个半月以上 应该是现生产吧 网友说我可能有消费冲动 其实我就是一个不太喜欢麻烦的人 就是在一件事情耗费我太多精力 我就受不了了 其实我去二手车市场只去了一个 而且就去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我那时候拍了三个视频 也没有去仔细的真的淘宝 因为我看了个二手车大字的 就是说它这个性价比都不高 车年线都比较老了 再加上心里也没底 价格还真不便宜 就觉得那个也没有物有所值 所以就不考虑二手车 当时那么想的 像现在国产车这么多 型号那么多 这个国产品牌下面的 有好多好多这种小品牌 真的满市场都是国产的车子 而且价格还不贵 所以就想去4S店看看车 随便看看 每天被销售人员嗡嗡嗡的 这脑袋都疼 所以后来受不了了 就想差不多就得了 挨眨眨地 幸好网友们提醒 用点心 练手也好 还干嘛也好 毕竟你这个钱花着去了 别让自己太招心了 也幸好 跟网友们一起研究这事 我还能学习不少东西 还能少踩坑少踩雷 反正臭坑我就看 我是被销售人员给接过来的 所以今天就只能看一会儿了 再研究研究 看车不能超自过急 还是慢一点 当时我着急订车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新车 它都是预售的 交车都得多长多长时间才行 都得什么一个半月 两三个月 我一听的时间谁受得了 所以恨不得现在就交了定机 你赶紧去给我生产去 你赶紧给我交车 把钱一付完事了 了了 兴得有点急 还有网友给提建议说 让我买二手车 但是你说这二手车 很难逃到说 这车我心里有底 这车我觉得性能一时半会儿坏不了 我没有能耐 没什么本事 主要我不行 我带二手车的辨识度不行 还有就是市面上放的那些 价格都不便宜 就是那种二手车相比较来说 性价比不高 有时间我再溜达看看 这车给我看了 这发型都看变了 脑袋疼了 那销售人员 就没停止 一直在我这缠着 后来我说我得静静 不行了 这才离开一小会儿 我真不行了 你看我这发型 那销售人员啥样 我上一个视频 是真的准备交定金的时候发出去的 就在准备交定金的前两条是发出去的 幸好网友给我一些提点 不然的话估计还就订了一款上火的车了 这说不准 幸好有你们在 不然我就踩雷了 没准 可能我命好 幸好我抽出空还剪个视频 其实那视频我都没想剪 因为我真看车的时候就没有时间拍视频了 我怕这视频剪出来很不好 这内容也不详细 各种各样了 我都没有打算剪 后来我还是凑个几分钟还发上去了 没想到还对我来说起到一定作用 挺感谢网友们的 还有就是说做什么事 不要超自过急 慢慢来 大伙一起研究 不差多几天 也不差少几天的时间了 很多网友的给建议说 纯电车的利于弊 利就是节省一点能源 在市区开开还行 但是跑长途根本就不行 因为其他地方充电根本就找不到地方充 然后国内这方面做的不够完善 还有就是混动的 说混动后期维修起来 维护起来是费用相当的昂贵 这车可能没几个钱 但你修起来又着急又上火 又烦 花不少钱 说这还是油车省心一点 就起码维修费用没那么高 也就耗点油 耗油的话也是根据远近距离 这是可控的 你硬仰想跑长途 你可以选坐飞机 也可以选开车 就看你自己怎么打算了 我这今天 其实我现在可害怕去4S店了 各种各样的品牌的4S店都怕 一去了就开始 路非常周到 不间歇的 我都没有个人空间 我脑袋疼 我说我想自己看看 我想自己感觉一下 而销售人员还在旁边一直给你介绍 我的脑袋不行了 受不了了 刚刚我的发型都变了 现在又恢复一点了 之前是给我催缠的 精神上的催缠 受不了了 接下来的时间 也跟网友们多学习 然后避免稍踩坑 稍踩雷 尽量抽出点时间 多看看 这个车是过渡车 真是练手 但是也得能开长途 我不想去修它 因为就我这250 车户外搬路上 我估计有得哭 这方面我绝对不能高估自己 因为我束手无策 如果我有两条腿 两个胳膊 我爬行 你这个除非找拖车 二就是我哭 我自己心里有点底 行吧 我想想研究 丑死我的 还有这既然都是烧油的车子的 我就不想买贵的了 毕竟混动的和电动的 要比燃油车子要贵一些的 至少贵个30% 我要买个燃油车的话 我估计控制在10万块钱左右 就应该还可以了 到时候你们也帮我参考一下 就里边空间大的 性能还可以的 10万块钱左右的 纯油的车子拿几块 推送给我一下 推荐给我一下 然后我再去看 要不然我就是没有目的的盲目的去看 要是有目标的情况下去看 那样省事多了 有空我再去二手车市场看看 以前好觉得牌照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现在觉得牌照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牌照的话 你买车他们会帮你上牌的 你就少加一点钱 可能1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上牌 但是上海牌照的话必须得拍 个人的话 你就看你幸不幸运了 幸运的话可能短短时间 几个月就拍到了 甚至一个月能拍到了 还有就是说我拍牌照 基本上就是企业 放在企业名下了 这样的话 价格能高一点 但是时间不会耗那么长时间 企业拍牌的话就是加价 人家出15万 你出15万5 人家再出16万 你出16万5 反正是你觉得能承受得了 你就花钱就得了 我觉得咱也不有钱 咱也没钱 就是说这个不是特别难的事 就看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了的 是好解决的 我正常情况下是会拍护牌的 除非我买的车实在太烂了 所以我才不放护牌 否则的话 我还是会上个护牌的 方便一点